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个这个不用拆开了 所以就没有那个拆箱的环节 这个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一个散货 叫做柿子焦熊的笔头 它是一个摆件吧 然后我看淘宝的那种代购店 好像是韩国出的吧 就是代购店是200多 230多吧 不知道原价多少 它就是这里可以插底 我里面垫了一个卫生纸 因为我觉得它会搓到里面 所以我就搓到底面嘛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赤子焦熊 坐在它的这个小椅子前面 黑黑小九九 然后这个小椅子 然后一个小桌子 桌子前面有个小帽中 还有它的书本和一个铅笔 我觉得这个形象特别好 然后我就我就去搜了一下 然后看到那个摆件是80多 就是在散货80多 然后是在那个淘宝和拼多多都有那个店 我看到名字一样 应该同一家店 然后是我就买了 拼多多有个3块钱的券 还是5块钱券我就买了 到手是81块7还是什么的 嗯 没有包装 然后它这个边上有这个炒棉花糖 然后背面是这样的 背面 然后你看 它这边就有这几个配件 它这里是可以放置粒的 嗯 刚刚塞进去 然后这个上面就有个条条 有点卡住 我也不知道怎么卡进去 可能鞋子卡进去 然后抠了半天 把这个地方抠坏了 这个地方 这个 你看 这里被我拿那个镊子那些 抠了半天 所以挺烦的 然后 我我这个今天看了一下 它这两个头子吗 应该是012 应该是两个头都有 然后其他的就是 345678呢 然后我这边背面都是678 然后就很尴尬 然后我我这边就跟那个老板说了一下 他说他重新给我补发一个头子 应该有一个是345345的 所以很尴尬 然后现在就是今天是5月14号嘛 我刚好是我的生日 然后呢 呃 我刚好没有4 就是不能拼出今天的日期 然后给大家拼个520吧 0 2 哦 20 2在前面 然后呢 这三个放进去就行了 这个刚好是12条边嘛 然后是12个月 嗯 5月是这里 哎 然后放在外面 然后其他的就放进去就行了 哎 不不 不要写着放好危险 就这样狠狠的放进去 它理论上不会插住的 这是第一个容易插 好的 就是5月 5月20号 然后明天出来就换个5月 嗯 到到67就212223 到他会给我补一个这个头子 所以就还好 嗯 然后这边就没有什么太过度展示 我觉得挺可爱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巴士也不贵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当时看第一也就很喜欢 就觉得当一个 嗯 摆件 就是玩具摆件来买也很棒 所以我就没准处买了 特别可爱 好 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 分享一下这个小玩具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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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